明家养立委在今天又说马总统北惨 因为两天前 马总统对外信誓旦旦的说 从他上任以来 从没有开放任何中国农产品进口 但是马上被绿营立委抓包了 今天早上 立法院民进党团就拿出经济部的公告 显示马政府至少已经开放过四项中国农产品了 签订ECFA会不会开放中国农产品进口呢 马总统这样说 民进党执政了八年当中 农产品开放进口最多的一个时期 一共开放了936项 我们任内都还没有开放增加一项 一项都没有 所以我的政策是 跟大陆不管是签ECFA或者签任何东西 都不会增加开放农产品进口 马总统上任后真的那么保护农民吗 经济部公告97年6月27号 阻止公告至即日起开放大陆制品 这个黑豆等17项全民看到鬼了吗 全民见鬼啊 总统不应该欺骗人民 更不应该公然说谎 这种总统应该对国人要道歉 甚至要下台啊 真的是北斋总统什么都敢讲谎话 甚至于欺骗农民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还是一面的在说谎 拿出经济部的公告 马政府上任后至少已经开放 四次中国农产品进口 现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令立委之一 马政府根本是故意要混淆视听 至少有四次是农产品被开放的 怎么会说他上任之后 一项农产品都没有进口呢 意图去混淆国人对ECFA的疑虑 混淆ECFA的真相 一张经济部的公告 戳破马总统的谎言 也让老百姓再一次看清楚 这就是说要照顾农民的骂政府 民事新闻参谎监思峰台北报道